灵动 守护者竟然走啊 太好了 我今天会死在这儿 混账 老天兄 那个乾坤袋 是你从地下宫殿带出来的 不错 什么 原来那守护者一直追的人是你 你这家伙 是要我们所有人给你陪葬吗 夺宝本就有风险 你们应该很清楚 可你知道那守护者 害我们损失多少人吗 是啊 这次损失太惨重了 确实太过分了 他是想自己独推那些宝藏吗 至少 你们还能活着从这里出去 陶叔 我们走 黄埔妹妹 看来此次我们都空手而归了 以后 还是别与那儿林郎天走得太近为好 我们走 是 是 灵动 希望你能活下来 我 小烟 奈儿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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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岩 你没事吧 这是 原来这里面都是涅槟丹 难怪琳琅天那家伙 拼了命也要抢回去 小子 面对这等强者 我们没有胜算的 事已至此 我有一搏了 那刁也 也只能陪你搏一把了 博元变 天灵几把 天龙几 队 让你坚持一下猫犹的厉害 爹 哼 啊 零动 小炸 小炎 不愧 去 什么 竟然离他周身的原力都无法击破 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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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过去 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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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变身 小炎 小炎 你没事吧 小炎 小炎 你没事吧 小炎 你没事吧 这畜生竟然如此凶悍 放心 那龙元应该进不来这里 我们可以借此地躲避一下 待那龙元走后 我们再离开这里 看来只能这样了 这龙元晶蟹可真是得来不易啊 若你能炼化这晶蟹 便可炼成魔元变 到时候你的功力能提高数倍都不止 好 现在我就炼化晶蟹 不过 远古龙元的晶蟹极其暴力 绝非罗教所吸收的普通大力源可比 一旦炼化失败 则可能被暴力侵蚀神智 最后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要得到力量就必然会有风险 我会小心行事的 别担心 小颜 果然棘手 明道 快发动大日雷体 连大日雷体都无法抑制侵蚀之力吗 明道 未定仙神 不要被龙人接线欺蚀神智 这下麻烦了 快 给他冷静下来 快 给他冷静下来 墨 More 皮 和 Sw Harm nies 鸟 Z 哦呀 啊 啊 明 鸟 Z 看住他 领导 你一定要清醒过来啊 领导 领导 小的 接下来 就看你能否撑过去了 你不撑了 一 成了 想不到你小的就成功了 这和罗旧的魔源变形态不同啊 这 那是自然 像罗旧那种使用大力猿的惊血 根本就不够看 你可是使用了远古龙猿的惊血 是高级货 知道吧 小子 好 那让我来试试 这功法的威力 这小子真是 这力量够价 还没找到那个小子 一群废物 还提示 龙猿突然 突然发疯 弟子们不敢轻举妄动 好不容易等 等他冷静下来 天 天也黑了 什么动静 难不成 那龙猿又出来了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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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你來得正好 嘿嘿 有好戲看嘍 春武 別吵 認真看 這小子怎麼一下子變青了 小子 你這種強化肉體的武學還擋不住老夫 老夫可是早期競強者 這武嚴果然有點實力 去死吧 看你如何接我這一招 烏雷體 烏雷體 居然能把大日雷鐵與魔人變結合使用 這小子崽子 金牌陣魔爭 不見震殺 居然擋下了 啊 不好 這武嚴兵的時間還維持不了太久 哈哈哈哈 看來你這功法還練得不熟嘛 小子 你亡啦 不見震殺 天靈鼓起 這 天靈疾法 天龍疾 天龍疾 不 我的不疾 一 小子 陳真菜 快走 小子 陳真菜 快走 唉 臭小子 下次被扒了你的皮不可 下子被扒了你的皮不可 这天灵谷己是怎么了 小子 不要慌 这是天灵谷己中的天龙真血开始显现了 天龙真血 什么意思 意思是 你的天灵谷己 到了要升级为高级灵宝的时候了 高级灵宝 那要如何才能升级呢 当然是要去找到能升级的材料了 另外还需要一位高级灵符师 才能将谷己升级为高级灵宝 明白了 这里离大葵城应该不远了 我们先去那里看看 走 小爷 好久没来这种大城市了 倒还真有些不习惯呢 小子 先去找升级谷己的材料吧 大葵城中应该会有各种宝物拍卖会 对 我们先去打他一番 这里应该就是五盟的拍卖会 参加的人还真不少呢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五盟举办的拍卖会 也希望各位能守好规矩 莫要在我五盟的地盘闹事 谁敢在五盟的地头闹事 怕是不要命了吧 就是 各位请吧 这拍卖会的规模 可是比炎城大太多了 精神力吗 这精神力怎么如此怪异 你看 快看快看 那不是殷葵宗的画宗吗 看来这次的好东西 兔妖被他收走喽 哎 嗯 殷葵宗 倩倩姑娘 啊 华尊护法 可恶 差点中招了 你们两个人 还在这些姑娘 倩倩姑娘 这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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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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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当心, 别找到他的道理 这是... 魅叔? 不是魅叔, 只是这女子天生媚体 一拼一笑, 都会使人沉醉不可自拔 这个女子, 至少隐尸早期进小城 这大魁城, 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千千姑娘, 无论到哪里, 都是万丈楚慕啊 这是... 嗯... 千千姑娘, 一会儿要是看中了什么灵宝, 可以先知会一声 我自然, 是会让与千千姑娘的 画尊护法有心了 不过, 千千看中的东西, 还是习惯自己动手呢 哼... 那我便不客气了 让诸位久等了 诸位今日, 都是冲着宝贝而来 老规矩, 第一件拍品 魔灵金心 起拍价, 五千纯元丹 小子, 这是升级天灵古己能用上的材料, 卖下它 好的 五千纯元丹 六千 七千 一万 这种环节, 真是无聊透顶 两万 恭喜这位小哥, 两万成交 第二件拍品, 冰金玄体, 起拍价七千纯元丹 高级领宝玄皇帝甲, 十八万纯元丹 由殷魁宗画宗护法所得 抱歉了, 千千姑娘 恭喜画宗护法, 又得一件领宝 这个画宗可真是阔气 幸好他对这些材料没什么兴趣 这下, 可以去升级古己了 接下来, 是一件额外拍品 这个神秘蒲团, 是我们意外所得 目前只能确定, 它是一件辅助性领宝 其拍价, 五万纯元丹 这蒲团,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力量 六万, 画宗护法出价六万 有加价的吗 小子, 那个葡萄有古怪 可是 六万一次 别可是了, 快 六万两次 六万三次 七万 七万, 有人出价七万 居然敢跟画宗抬价 七万两次 八万, 画宗护法出价八万 还有出价更高的吧 小条, 我也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值吗 你挺刁业的 错过这次机会就没用了 还有出价更高的吗 十万 十万, 十万 这位小哥成交了 十万, 十万 这位小哥成交了 十万, 十万 好简单啊 小条, 希望你的感觉是对的 公子, 请留步 木姑娘, 不知有何事 既然公子知道小女子的名字 那是否该告知一下大明呢 在下林栋 林公子并非大皇君人士吧 正是, 我也是刚来大皇君不久 能在这里结识林公子, 还真是 千千姑娘 在下先行一步了, 改日再见 画宗护法早好 提醒林公子一句 画宗这个人很是难缠 公子要小心提防了 多谢千千姑娘提醒 那在下先告辞了 好 在下林栋 两日前 约了与程大师见面 烦请通报一声 林栋小友 里面请 多谢 在下临栋 拜见程大师 这位小友 说正事吧 在下有一件灵宝 想请程大师帮忙练画 让老夫看看 是什么样的灵宝吧 好 小友 小友这灵宝颇为独特 若是要炼化为高级灵宝 恐怕需要耗费不少材料 不知小友可有准备 材料晚辈已凑齐 小友准备的倒是齐全 另外还需要五万纯元丹 嗯 真是过贵的 小友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提醒小友一句 灵宝在炼化过程中 会有不小的风险 若是失败 估计和材料净毁 啊 这前我居然输了钱之后才说 我 那便拜托程大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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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emand 我不能 不是 吗 神 朝 这可是押上了我绝部身价呀 拜托 一定能成功你 成功了 老夫性不辱命 恭喜小友 此物以晋级为高级灵宝 多谢程大师了 真是一件好宝贝啊 华宗 这是万宝龙 可不是殷魁宗 你还懂不懂规矩 哈哈 不好意思 感应这里波动太大 实在是忍不住好奇心哪 这位兄弟 是否可以将这灵宝转离我 至于价格嘛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不卖 华宗 请出去吧 若你再坏我万宝龙的规矩 可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是在下失礼了 给你一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吧 小友 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大溃城为好 多谢程大师提醒 不过 我灵动也绝非怕事之人 对 要好好练习 这样才能跟大家登上最大的舞台 喂 橙虎 快来 别叫我橙虎 我叫小颜 来 橙虎 门虎